又到了年底雇主慰勞员工的时候 受访活动策划公司表示 进入后冠病时代 今年的年终慰勞宴需求翻倍增长 不过需求增加也给业者带来了场地和人手吃紧的问题 记者李雨婷报道 这家活动策划公司的承包商 正忙着制作年终慰勞宴所需的布置 公司表示今年底的慰勞宴都在线下举行 需求同比增加两成 业者也指出较大型的慰勞宴 一般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做准备 但今年有不少客户是在一到一个半月前才敲定 大家都勇着来新加坡举办这些国际会议 所以造成了我们的那个场地有一个更高的需求 可能就比较迟才把场地给顾客 或者是可能也到了年底 所以大家都很忙着在做year-end budgeting 另一家活动策划公司表示 今年的慰勞宴需求同比增加以倍 现在的主题呢 大家都是可能走多一点特别的东西 想要穿过时间啊 还是circus carnival的style 很多酒店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LED屏幕 那客户呢 对我们的要求是说 他们希望屏幕上可以有点video啊 有点effect啊 业者表示 今年底的各类活动数量多 造成灯光音响设备等方面都出现员工不足或起价的情况 他们因此通过增加收费和工作量来应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